老破晓的学区房在南宁还能不能买了 能买 但是呢 一个建议你尽量别买 现在南宁的名校呢 是越来越多 凤陵南凤陵北 五象湖 都出现了很多名校 老学区房被稀释被取代 迟早的事情 记住只有学区属性 没有居住属性 那是根本没有未来的 所以卖学区房呢 尽量往新房赤新房靠拢 明白了吗